好,OK,我好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Jelly 然后今天呢,很荣幸 能在最必须的这个平台 跟大家聊一聊吃这件事情 那吃对我来说 可能不仅仅只是 味蕾上的欢愉 或是口腹的欲望 那我觉得吃这件事情呢 它更是科学认知 艺术美学与人类社会之间 一场永恒的对话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打开各位的神经和感官 并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认知 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 除了盘子里的食物 我们还吃了什么 那整个分享大概会分为两个大部分 在一开始呢 我先会 我会先给大家 一个对于食物设计的overview 去分享一些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的案例 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我个人的research 以及之前做过和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一开始 总是免不了上一点自我介绍 那在我漫长的前三分之一的人生里面呢 我做过很多看似非常不大家的事情 那总的来说呢 我是一个潜心混迹在食物界的研习者 并且聚焦于食物领域的叙事研究 与多感官的设计 那既然这次我们分享会的议题是食物设计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再问 到底什么是食物设计呢 是包装 摆盘 还是研究 怎么烧菜呢 那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食物界的先锋设计师们 是如何定义食物设计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提到食物设计不得不提的大师 Marty他怎么说 他说食物设计就是当食物作为一个被用来思考 感知 研究 仪式化 应用 以及消耗的课题 来被设计 所以这么来看 包装是像是应用 摆盘像是仪式感 烧菜更像是感知和消耗 其实它们都属于食物设计的范畴 我们再来看看刚刚在深圳开了各展的Mahaya 他怎么说 他说食物设计是把食物当作一种物质或材料 去实际或用字面意义去设计出来 即荷兰食物设计师Kacha说 食物设计是一种跨越信仰的探索 和一切涉及到食物的定义 比如产品 食物的分配 身份 享受 营养和消解 最后是来自设计师Franciska的定义 食物设计师最终在于食物和饮食的产品 服务和系统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那Franciska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自己成立了一个Online School of Food Design 也是第一个把Design Thinking 融入到食物设计中来的人 他把食物设计归纳为不同的九个方向 分别是食物产品的设计 设计为食物与食物进行设计 食物的空间设计 吃的设计 食物的服务设计 思辨设计 我们可以理解为Critical Food Design 或者是Speculative Food Design 那接下来是食物的系统设计 以及可持续的食物设计 那这九个方向后面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分支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 这九个面向是会相互重叠与交合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些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有趣的食物设计的案例 那第一个这是毕业于荷兰 Einhoven科技大学的Chloe 她设计了一系列的概念食物 叫做Edible Growth 它的概念是通过3D打印技术和分子生物技术 把芽菜和菌菇的种子和包子一起打印进蜂窝状的面包case里 在生长 在整个Edible Growth的生长过程中 这个东西都是可食用的 并且不会有任何的浪费和残留 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食物 也是对未来食物的一次极具创新的发想 那这是一个来自Golfsmith的Kia 它设计了并制作出一系列的甜点 外表呢是模仿建筑物的表面坚硬的石头 那它的整个甜点的设计 给人感官上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体验 下面这个是来自皇家艺术学院的Lina 设计了一套会动的餐具 叫做Living Plates 那它的主要设计理念是来改变人们与食物互动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当叉子接触到这个盘子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些有趣的动感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下面这个是来自创新研究实验室 Space10的最新的未来菜单 它包括了含有昆虫以及草类的热狗汉堡 以及非常永续的亚菜沙拉 蔬菜冰激凌等来探讨未来人类的饮食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比较 具有黑科技精神的一些案例 这是来自MIT Tangible Media Group的Programmable Pasta 那它是其实是一系列可以被城市化的Pasta 那什么叫做被城市化的Pasta呢 其实它们其实一开始是被设计为一个扁平状的一些薄片 然后通过热水的这样子的烹煮 它会自动的从2D变身为3D的这样子的一个Pasta 那它其实每一个形状和这样子的转变 都是经过非常精确的诚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法 那它其实最终改变的是 不管是从食品包装领域 还是说食物烹饪的方式 都大大的改变了人们与食物互动的方式 那接下来这个Tasty Floats 它是由一组可以发出超声波的装置组成 它可以被充当一种非接触式的食物传送系统 它使用超声波将潜伏在空气中的小块食物 直接放在你的舌头上 那研究人员讲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使用这个Tasty Floats 有一些听起来就很疯癫 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论文上的话来说 其实Tasty Floats 不仅有助于改变未来饭店的经营模式 那还能激发并提供如何设计新颖的 端对端味道界面的灵感 比如说Tasty Floats 可以为3D电影提供真实的味觉刺激 当我们在观看电影中的角色 享用美食的时候 Tasty Floats就会传过来一份食物到你的嘴边 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 观众只需要向前或向后倾斜椅子 就可以随时决定是否接受这个食物 那我们可以看到 研究人员正在用滴管把食物或是液体 放置在这个装置中间 让它可以悬浮在空中 那其实这个研究还是在 那其实这个研究现在还算是在 Prototyping的阶段 那也希望在未来可以更多的投入到 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来 那说了这么多超前的食物设计的案例 那接下来我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做了一些什么呢 那么一直以来我都比较focus在一个 多感官的饮食体验的这样子的一个题上 很多人都会问我 为什么会这么义无反顾的 一头扎进食物界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我不仅是吃货 那并且还是一个特别事儿的吃货 我对周遭所见所闻所感都非常敏感 那也一直在探索各种为什么 那像我这类型的吃货有一个特点 是我们不仅关注眼前的食物 吃什么味道如何 还基督在意除此之外的所有细枝末浅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个场景 某一天我来到一个餐厅 点了一份海鲜拼盘 然后对服务员说 嘿麻烦您 把室温调节到26摄氏度 以备向后清洁15度 再给我一副100克左右的银质刀叉 另外盛放食物的盘子 要有硬朗的棱角 最好带一点通透的海洋般的质感 海鲜的摆放 要有阳光沙滩的愉悦感 最好再加一点甜美的海浪的声音 揉进海螺的号角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如果我不是被揍 我可能也会被轰出去吧 可是事实上呢 事实就是 如果你是一间叫做Fed Dog的 英国米其林三星餐厅 Ju-Ju Heston 可能会满足以上所有的需求 服务员还会微笑着对你说 祝您好胃口 那没错 这就是我刚刚点的那道菜 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Sound of the Sea 淡海的声音 它看似有点浮夸 其实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在我们的上海 就有一间叫做 Ultra Violet Restaurant的餐厅 可以为你带来 360度多感官沉浸式的体验 那其实不仅仅只是 米其林大厨 像很多艺术家设计师 还有食品行业大亨 他们都在类似的事情上面 乐此不疲 甚至不惜中斤的投入 那现在我们看到 有改变餐具形态的 韩国设计师 为你带来感官的刺激 还有改变食物本身形态的 来自日本设计师 Sorando设计的 3D打印巧克力 以及每年不惜投放 40亿美元来诱惑 我们感官的食物 湘金大亨 齐华顿公司 所以为什么 有这么多人 孜孜不倦地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背后的动机 和原理会是什么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注重体验这件事 并且也是感官的体验呢 首先我们来聊聊体验这件事情 一直我们都在探讨 消费升级这样一个议题 那作为 那吃货作为消费群体中 来势凶猛的一组 他们也在不断地升级 迭代和变种当中 这里我总结出来了 几种吃货的类型 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补充 我们可以看到 从最开始 吃货们要吃饱 但要吃得好 再到社交网络 时代爆炸出的食物美学 以及不断推陈初心的健康理念 那么越来越多元的 饮食价值观和精神主张 让吃货们 开始有了更加超脱物质 和形态的诉求 这就出现了 更加愿意为了体验一切 跟吃有关的附加价值 而买单的清醒吃货 我们叫做体验性吃货 所以什么是跟吃有关的 附加价值呢 英国著名的食物心理学教授 Charles Spence 在他的著作完美的一餐当中 有写到 事实上 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愉悦的饮食体验 更多的取决于 其他的一些额外因素 这些除了食物本身的额外因素 便是越来越多吃货们 所追求的附加价值 所以一直以来 这都是我非常感兴趣 和专注研究的一部分 那可能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 这些额外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它们如何带来 更大愉悦的饮食体验 那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接下来 要走进一个神秘的组织 它就是坐落于 英国纽津大学 陈实验心理学系 CrossModel Research Lab的 跨感官实验研究所 它们的日常事物 就是对人类感官 比如视觉 听觉 微觉 嗅觉 触觉 做大量的实验和研究 比如之前有心参与了几场 它们非常画风清奇的线下实验 比如这个 那这看起来像是在聚中酗酒 那其实并不是 这是在验证 左右我们感知 葡萄酒中甜酸色 程度的 不仅仅只是 酒里的丹宁物质 还有我们的听觉 那在整场的 这间的活动中呢 我们都是沉浸在 深夜艺术家的音乐里面 去体验 葡萄酒的微妙变化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呢 这看起来 像是一场行为艺术 但其实呢 也并不是 这是在测试 多重感官的刺激下 我们对食物感知的变化 比如钢琴式演奏时的 节奏和频率变化 会对食物的味道 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以及大厨在画布上 用各种颜色的酱料做画 会如何改变 我们对其真实味道的感知 那研究员 其实通过大量的实验 就发现 我们自身感官感知到的一切 不论是有意 还是无意 都在左右我们 对食物的体验和感知 比如在进餐时 餐盘的形状和颜色 餐具的触感和材质 食物摆放的方向 周围的声音等等 这些对感官的刺激 就是无比重要的额外因素 我们来分享几个 来自crossmodel 有趣的洞察 比如第一个 圆滑的形状和暖暖的粉色系 会让人觉得食物变甜了 反之尖锐的暗色系 会让人感到苦涩 用一只白色的马克杯和咖啡 会感到没有黑色杯子那么苦了 听一个高频率的声音 会让人觉得甜蜜 反之一个低频率的声音 会让人觉得苦涩 那这些最新的洞察 不仅可以用来提升 食客们的饮食体验 还可以帮助推动消费者 做出更好的食物选择 如仅仅只用改变餐具的颜色 来增加对甜味的感知 带着这些有趣的发现 我在伦敦的时候 就与跨感官实验研究所 合作发起了一个叫做 Whispery Savory的项目 那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研究饮食的 无感体验的项目 那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 感官刺激来带给 食客更丰富的就餐体验 同时测试和蒐集 不同情况下 食客们的偏好和反馈 那我们知道 食物体验中最直观的体验 来自于味觉 其次是嗅觉 但就如前面所说 我们的其他感官 比如视觉、听觉和触觉 以及各个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 才是影响我们饮食体验的根本 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和头脑风暴 我设计了一套 非常概念化 然后 我设计了一套 非常概念的餐具 然后这套餐具 由五个不同的颜色 肌理和形状的容器组成 这五个容器 分别代表了五个人类的基本味觉 比如从左到右 分别是甜酸、苦咸和鲜味 这个有着圆润形状和肌理的粉色盘子 代表着甜味 黄绿色带有圆形凸起的尖盘子 代表酸味 黑色带有棱角的碗状物 代表苦味 淡蓝色附着这细小颗粒的容器是咸味 以及粉色带有优美弧线的咸口子 代表的是鲜味 那为了验证设计及背后的原理 我与研究人员发起了一个线上的实验 那通过颜色形状与味觉的交叉比对实验 验证了我对这套餐具最初的诠释 于是呢 我们通过建模和3D打印得到了一套最初的prototype 如果把这套餐具视为对视觉以及触觉感知的刺激 那么接下来对听觉的设计 也是这个项目最有趣的部分 那根据研究员对不同声音的特质与味觉的实验 我们联合声音艺术家一起创作了一系列 代表五种基本味觉的声音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其中两条有着鲜明对比的声音 一个代表甜味的声音和一个代表苦味的声音 那如果大家手里现在有任何吃的或者喝的 其实可以在这两段声音里面来感受一下 你对味道感知的微妙变化 那首先是苦味 首先是我们先来听一下甜味 我们先来听一下甜味 接下来是苦味 那OK我们可以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 第一段声音有着很明朗的节奏和较高的频率 而第二段明显的低沉有粗糙感和超低的频率 那带着这些设计 我们又找来了厨师和互动技术专家 展开了一次多感官互动饮食的体验活动 那在活动上也首次对我们的声音设计进行了测试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项目也在2015年伦敦设计周上进行过一次巡展 OK那这个项目就先说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正在做的项目 叫做XFIST 那Future for Now是其中我们的一个议题 那XFIST它其实是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主题性的一个系列活动 那Future for Now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活动 那它要讲述的是一个穿越时空的这样子的一个秘境之旅的故事 去探讨我们未来会如何做出更好的事物选择 那它讲的其实是一个关于不久的未来2050年的故事 那我们知道2050年其实是一个被拿出来就是讨论很多的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时间节点 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 而当我们在谈论未来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谈论些什么呢 那比如说在这场活动的一开始 我们会营造一个非常有代入感的一个小剧场 那这个小剧场会有一个从未来穿梭回来的这么一个探险家 去分享他的一个旅行笔记 那来告诉我们现在的人们在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在未来我们面临的人口激增 土地不堪复合 资源分配不均生态极度恶化 全球食物短缺等等 这些非常不容乐观的情景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探险家就发现了一片在地图上没有标记过的森林 叫做Uncharted Forest 那他发现在这片森林里面的人 其实都在以一些非常有趣的食材 作为他们的主要的食物的来源 比如说他们会使用大量的菌菇 昆虫水母和藻类 那后来他们总结出来 其实 其实什么才算是对未来食物更好的选择呢 那其实我们总结出来三个趋势 那第一个是数量多集一取得 第二个是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消耗资源较少 而且比较永续 第三个是他们都会携带着更高的营养价值 比如说像菌菇 它的种类非常繁多 数量也很庞大 也不需要特别多的耕地和水资源 它就能生长 那可使用的菌菇的数量也很多 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呢 是一般蔬菜水果的很多 那比如说另外一个食材藻类 那它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 有海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海藻 那它只需要阳光和氨化碳 就能够大量的生长 接下来像是 也是在海里能够大量繁殖的水母 以及可以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的昆虫 也是我们未来一个更好的食物的来源 所以呢这个从33年后 从Uncharted Forest穿越回来的探险家 它给出了一个关于未来 关于假设 假设全人类都面临一个不容乐观的未来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 做出更好的食物选择 那么这个来自33年后 从Uncharted Forest穿越回来的探险家 就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未来食物进行式 也就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 主要是以未来反观当下 以现实影响未来 它在提醒着我们 其实或许我们应该在此刻 就怀抱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在当下就做出适当的改变 或许能够打破我们有限的设想 然后对海外未到来的危机 做出一些适当的反应 那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 当时的这个活动的一些状况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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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括我们如何用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系列食材 为我们的主要的食材去进行食物的设计 那以及整个我们的visitor会怎么样进到这个空间里来会进行一个怎样的体验和他们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里面都充满了很多设计的巧思 因为其实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实践 那比如对于人类感官也仍然有太多的未解之谜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那比如食物理携带的关乎人类社会的议题也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在未来我希望也能够去展开一系列的饮食体验的设计 把对多感官认知 把对感官感知的认识更多的应用到消费者心理学的设定中来 然后提升人们对日常饮食体验的感知与洞察 那同时呢除了盘子里的食物回到这次分享的主题 除了盘子里的食物 那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知道的是食物背后更有趣的理念和更深远的利益 以及对我们自身well being的关照 除此之外呢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参与到食物设计的领域来 一起探索然后做个有趣的吃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其实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以及这个项目的网站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就是这样